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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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方癌症多年來一直都是女性的致命殺手 可惜很多婦女都忽略了早期的病症 或者因為尷尬而毀疾寄醫 等到病情相當嚴重才求醫 令婦科癌症的治癒機會大大降低 有見及此 我們每年九月都會和其他六十多個國家攜手舉辦 Grobat form活動 全球一起對抗婦科癌症 Grobat form的目的是提醒婦女要盡早認識 和正視婦科癌症 及早預防 一旦出現病症 盡快求醫 以降低婦科癌症的威脅 事實上很多癌症 是可以藉著改變個人生活習慣 及避免一些高危因素 而減低患上癌症的風險 而能夠及早察覺病症 亦是增加治癒機會的關鍵 我們這次拍攝婦科癌症自學計劃這個特輯 是希望能夠幫助香港的人士 加深對各類婦科癌症的認識 並將這個教育特輯的信息全揚開去 讓多些女士受惠 這次的系列一共分為十一站 範圍主要提及三種常見的婦科癌症 卵茶癌、子宮頸癌和子宮內膜癌 我們先說一下卵茶癌 單在2012年 香港總共有五百多宗卵茶癌的新症 由於卵茶癌的病徵並不明顯 容易跟其他疾病混淆 現時是沒有有效的篩查方法 所以只有依靠對疾病的認知 來及早發現 而就子宮頸癌來說 香港每年也有四百多位女士 患上這個癌症 要避免患上子宮頸癌 預防是最重要 現時定期進行、拍視沒片檢查 是國際認可的普查方法 而注射子宮頸癌疫苗 也可以有效預防子宮頸癌 至於子宮內膜癌 每年香港有超過百百多位女士 患上這個癌症 情況不用忽視 目前醫學界對子宮內膜癌的成因 仍未完全掌握 但估計是跟痴激素 和黃體酮的分泌失調有關 由於九成的患者 都曾經出現陰道不規則出血 或者閉經後突然再出血的情況 因此閉經後的婦女 如果發現陰道出血 無論血量多或少 難色深或淺 都應該盡快找醫生檢查 最後, 希望透過這個特輯 能夠令苦方癌症的數字得以降低 同時增加治癒的機會 記住, 生命總有機 我們要向苦方癌症說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